好 实现转向国际 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5号上午 发生一起特快电车与卡车相撞事故 目前已经造成一名男性死亡 34人受伤 神奈川县警方及横滨市消防局说 事故发生于当地时间 上午11时40分左右 一辆行驶在荆棘线上的特快电车 在众木户站与神奈川新丁站之间的 一个铁路交叉口 与一辆正在经过的卡车相撞 电车头部第一节至第三节车厢脱轨 并发生倾斜 被撞卡车起火冒出黑烟 据了解 事发时列车上载有约500人 对于这起事故 当地居民表示感到震惊和担忧 据日媒报道 死者为67岁的卡车司机 电车司机在事故中受轻伤 目前正在接受警方调查 日本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已派出铁路事故调查员到现场进行勘查 受事故影响 荆棘线线上的荆棘川崎站到上大岗站的过往车辆 已经全部停运 受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